引擎聲轟隆隆作響 這是美國重機騎士年度盛世車劇 估計多達70萬人聚集在南達科他州 大家只想玩車 哪管他什麼Delta變種病毒 去年這場車劇有40多萬人參加 之後爆發了多達649例的群聚感染 今年來的人更多 面對的還是更凶猛的Delta變種病毒 在全美國每日確診再度突破11萬人的時候 這可不是好現象 防疫專家再次警告 美國來到危機邊緣 就是因為幾個關鍵指標很不樂觀 首先是7天平均日增超過10萬人確診 這創下了半年以來新高紀錄 再來是住院人數超過6.6萬人 為2月以來最高 18歲以下的染疫者 一週內暴增84% 93%的比例都是感染Delta病毒 還有97%的美國人都住在高風險區 病床上苦勸民眾別再聽信疫苗陰謀論 儘管現在過萬成年人打過疫苗 但是還沒能打疫苗的12歲以下 就是這波疫情中的受害者 德州還有一名11個月大的女嬰確診後 休士頓當地病床爆滿 只好搭機轉院插管治療 各地醫護人員忙到欲哭無淚 沒想到有疫苗之後 疫情一樣惡化 而且是在年薪族群中擴散 偏偏現在各州對於學校 是否強制戴口罩 還在吵不停 一度立法強制學校免戴口罩的 阿肯色州立場大轉彎 但是佛州州長鐵了心唱反調 不准學校規定學生戴口罩 佛州州長德桑提斯像是川普上身 一路逆防疫 宣稱自己捍衛人權和自由 但是佛州當地疫情是全美最嚴重 上週新增超過13萬人染疫 污水當中的新冠病毒含量暴增 現在傳出美國出現了至少一千例 之前稱為秘魯變種的Lambda變種病毒 變種病毒的雙重夾擊 又讓美國陷入惡性循環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 請下載TVBS新聞 請下載TVBS新聞